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看 看北京 车也被冲走 屋子也被冲走 什么都被冲走 不过不是每一部分的北京是这样的 那些在四环内的北京的人 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是那些比较外面的人受到影响 尤其是南方的 还有下来的是河北 这两个地方受的影响很大 不过那些都在北京的中间 老实说 没有什么受到影响 而且他们还可以用到网络 大吃大喝 继续享受荣豪富贵 也不管他们外面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水灾 什么洪水 让政府去管 他们不用去管 所以你说 叫中国人有什么不好 因为叫中国人有很多等级的 有北京人 上海人 广州也算是上等人 南京也算是上等人 其他人呢就是下等人 要是你是外国人的话 去了中国 你也是下等人 因为在中国 共产党是很为保护中国人的 保护自己人 给自己人优先 所以你们那些外国人 想去中国旅行的话 不可以太过嚣张了 所以我说 在中国看你是什么人 要是你是新加人 河北人的话 就是下等人了 要是烘水的话 他们有的瘦了 可是那些在北京 就在北京的中间呢 就他们影响不大 也是没有什么车被冲走 树被冲走 人被冲走的 而在比较外面的 比较多是外地人的 有水灾他们必须要面对 有上等人 有一等人 二等人 三等人 还有下等人 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情况一样 有头等餐 上屋餐 还有低等餐 虽然你们说 做中国的那些人好不好呢 也不可以说不好 因为在中国 不是每个人是平等的 只要你是北京人 或者是上海人 你的地位很高 要是我要移民去中国的话 我会做北京人 有谁不要啊 下等人 让他们去死就好了 所以在中国 你不可以做下等人 你只能做上等人 你只能做上等人 才会觉得中国 是一个好的国家 要是你们喜欢的 你要记得订阅分享 点赞 拜拜